第十首是单一纯和黄子红凡共同演绎的《终身孤独》 这两个人在演唱之前 其实很多人怎么也想象不到 他们会在一起合作 因为他们在私底下那种伴嘴 那种打闹 怎么感觉到这两个人会有化学反应吗 但是你别看 两个人一旦演唱的时候还真的合拍 而且这两个人的音乐素养极高 都在很细节的方面 我先讲一个细节 你想像黄子红凡自己单独在演唱的时候 他的声音颗粒感是非常的明显的 但是他在给单一诚唱和声的时候 他都把每一个音的音头给去掉了 他让他的和声完完全全的贴在单一诚的主声上面 又不打扰他 又贴合着他 然后让整个声音又更加的饱满 所以黄子红凡其实是 他稀稀闹闹的同时 我觉得我们要给他在音乐上面 他哪些素养 换一个角度再重新认识一下他 而单一诚呢 毫不夸张的讲 在我的感觉里面可能未来三到五年 中国女歌手的天下就属于他了 真的毫不夸张的来讲 为什么因为音乐素养和这个唱歌的那种现代音乐的感觉吧 你看他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转音 如果你细细的分析的话 他里面的那个结构非常的复杂 他的很多爬音 他都轻描淡写的带过了 但是你要再仔细分析的话 这些爬音并不容易唱 所以他的歌曲里面是有很大的那种自由感在的 这种自由感 首先一点 你的心态是要玩音乐的心态 第二个就是说 你对于各种音乐 音阶的那种爬音的练习要非常的熟悉 第三个是对于音乐足够的了解 这样的话 你才会选择适当的爬音在这个里面 第四个的话呢 是你能够把自己想象成音乐中的一部分 你才能不去那么明显的去把自己的声音的塑造 或者是共鸣放在第一位 而是把整个音乐的音乐性放在第一位 能够有这样的思考和这种综合素质的女歌手真的不多 所以在我的感觉里面 善一诚未来可期 感谢观看